在世界上,有一個島國用了幾百年間就清白了全球的海洋 它的地盤是遠自東南亞,印度到中東的沙漠,沒有地方它是去不了的 但它也想不到,建立了幾百年的霸權,幾十年就可以化為烏有 斷送給一個它有份建立百多年前都未出生的國家 帝國就跌了,大爛船都有很多斤釘 自此,這個國家在尋找在世界上的位置 幾十年來試了很多東西,但到今時今日依然前路不明 英國不正常人類,但英國不正常人類,我是明仔 在上兩集我們交代了英國如何以地理優勢 隔岸關火,有需要時又會插手 很巧妙地平衡歐洲內陸的各國勢力 這招真的工作了二百年,還令它成為全球霸主 不過這個平衡,終於被兩股後起的勢力打破了 今集我們就來看看,發生什麼事 令英國不可以繼續維持平衡呢? 因為經營了幾百年的霸權,如何在短短幾十年就跌了呢? 最後關乎今天的問題,大佬就沒有份做了 那麼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位置呢? 我沒有做大佬很久了 英國人能夠成為世一呢? 當初是要解鎖很多超能力 那如果解鎖一個不是其他歐洲列強呢? 他們都很強的 為何要偏偏英國呢? 因為上天是不公平的 英國是坐擁著先天的地理優勢 他的成功主要是靠一招 對面按哪個強,就跟他的對家做朋友 避免一方獨大可以威脅得到他 但說得容易,要離岸地控制平衡和結盟 如何挑撥離間,這些要計得很精準才行 即是好像轉疊一樣 每個點都要好精巧計算 這方面輕了,另一邊又要平衡 小改動的話,靈活一點就可控了 但如果大變動,整個重心悶了 那臨完三都夠不快 而這個大變動,去到十九世紀尾,正在蔓延中 這幾二百年,歐洲大陸發生了很多戰爭 是非常動盪的年代 而作為一個賭國,英國上且都可以平穩度過 但歐洲人之間,仇恨就越積越深 正所謂凡事太盡,緣分就勢必早盡 但歐洲人就不是相信這套 要不打,一贏就贏到盡 殺得勝起,很多時候他們會不留情面 就像當年的普法戰爭一樣 普魯士打贏他之後,德皇威廉一世 居然在法國巴黎的犯以蔡公清帝 擺明到你面 OMG,你都贏了,還要採都拿了 事可殺不可辱 國仇大恨終於走到極點 最終就在二十世紀演練成 歐洲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大爆發 有一些人都先後因為仇恨和權力 認為自己可以透過戰爭 徹底打破這個現有平衡 重新去規劃歐洲的版圖 對岸觀火的英國人都開始感覺到有點壓力 因為經歷了這兩百年,他是大力推動全球化 當時和部分歐洲國家 經貿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到了純齒相依的關係 萬一沿海國家出事,換一個不友善政權 又萬一在這裡 統一變成一個很大的不友善國家 整個平衡就打破了 而這個萬一最終就出現了 他叫做德國 兩次大戰之中 英國人就發現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格岸觀火 沒有問題 但杜杜真的要落地參戰 不要啦 是,我們是海上第一 但你要我們用陸軍 作客和德法比運 我們真的不同一班 這個真的很現實 你是非比斯又如何呢? 你的對手叫寶達 你們在鬥的不是游泳 是短跑一百米 第二個現實 成也格岸,敗也格岸 英軍登錄之後 就發覺他的補給是很不穩定的 他根本無法只能影響到東歐的戰事發展 硬來就等同是消費和資產 那你是英國人,計算一計算 歐洲的仇恨就爆煲 對岸又平衡不到 落地又不是怎麼插手 一句說完 英國人的地理優勢呢? 就開始歐了 不斷你不認 不但要面對附近德國彈氣了 英國人同時間都發現 地球另一面都有一個非常強勁的後浪 推近來 美國曾經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如今他已經長大了 先不說戰鬥力 只談商業潛力 美國去到20世紀已經完整英國 甚至全世界了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做trade來講 主要都是看航道 英國作為進出歐洲的把關者 又有蘇爾斯運河可以直通到印度 整個歐洲都要看他的面色 是很屈肌的 在一段時間 除非… 除非你是美國 美國優勢是什麼呢? 本身他的資源已經夠豐富 人口又多 但講到最屈肌 始終都是他的航道的network 還屈肌過英國 如果作為賭國 是英國的地理優勢 那美國 就是一個超級大的賭國 案對案 再湧了太平洋和大西洋 雙船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做生意不用跟你摘日 1914年 美國人還改寫地理 打通了巴拿馬運河 連通了兩大洋 路程大大縮斷了 好像無故多了一道隨意門 賺錢能力當堂一時無兩 好了 美國基本上所有硬件齊張 叫了糊等吃 然後機會就到了 而且一旦 但夠兩次 若果大英帝國清皇的 先天地理條件 是可以隔岸觀火 那美國簡直是隔海觀火 首先 住得夠遠 兩次世界大戰 無論是這邊 歐洲的戰線 還是這邊 亞洲的戰線 都可以選擇 打不打 和什麼時候打 你們先打到片體輪箱 我臨完場先 滿血樂場埋齋 得了 We will gain the inevitable triumph so help us God 第二 戰場又不在他 炸爛什麼都傷不到他 力來打到最近 即是不要計算 miner的空炮 都只是來到這裡 美國的跳板 珍珠港 和內陸都還差很大段距離 第三 你歐洲打仗都要生產物資 就是和美國買 戰後又要靠他重建 所以真是賺到笑 他一於就不跟你客氣了 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 英國人就回過神 發現 我不單只欠美國周身債 我那些海外最珍貴的戰略據點 軍事基地 我全部拿出來和美國交換戰艦 the Anglo-American naval agreement whereby the United States exchanges fifty of her destroyers for a lease of British sites in the western Atlantic is causing much nasty 存了幾百年的殖民地 整個collection 就被迫逐個逐個 吐出來 After 146 years of British rule Salon joins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as an independent member Trans Jordan commemorated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his country's independence Indian God of Honor is drawn up in salute of a new and independent far eastern power the union of Verma the people of Kashmir celebrate newly won independent the Sudan for 58 years under the joint rule of Britain and Egypt becomes an independent republic and independent nation within the commonwealth Nigerian independent because Jamaica stood on the threshold of independent PG is now independent 這些國家逐個逐個就讀合了 大英帝國由這樣 變成這樣 將就打贏了 但是斷送了整個帝國 當英國人埋單計算完數 發現要面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整個霸權我就徹底交給美國 即是你是大佬 那我是什麼 之前我管你這麼多地方 現在那就是怎樣 全家公司只有一個CEO 你做了 那我退休啊 國家怎麼退休啊 我畢竟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系 那我算是什麼 戰後英國面向哪邊好 全個國家都在問 眼下就有三個選擇 跟美國人做著Friend先 說不定可以維持殖民地呢 但美國人一直都不主張帝國主義 我們又沒有錢管理 算吧 不能留戀的 那來到Plan B 繼續跟美國做Friend 帝國的事情以後都不想了 那行不行呢 但這個Plan也是不能繁揮的 太可有可無了 正如前美國國務卿所說的 大不裂點沒有了帝國 但還未找到他新的角色 喂 有沒有聽過崩口人奇崩口碗的 唉 但現實歸現實 始終都是要面對的 主角就沒有我份做了 帕國又未至於 那怎麼辦呢 於是出現了Plan Z 騎牛尹馬 戰後美國是接手管理全球秩序的 一個國家是管不了的 所以在不同的地區 是要找一些信得過的盟友 最好就選一些關鍵戰略據點 譬如要Safe Guard亞洲 就靠這兩個地方 日本 韓國 要影響中東 靠他們 以色列 沙地阿拉伯 那最關鍵了 歐洲秩序怎樣呢 大家猜猜 有誰是有能力 又對嘴型 又做開這個角色的呢 就是他咯 用古時的說法 就等同分田分地分封諸侯 英國人就覺得 這個角色 也有得發揮一下 OKOK 於是就馬住了新大佬 做回以前的事 一邊就平衡歐洲 一邊就找方法保障自己的利益 性質就差不多 不過玩法有點不同 因為始終大家都已經不是帝國了 不再是以前的離岸扯線去平衡 這個New Balance 是什麼形式呢 We must recreate the European family in a regional structure all that may be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吸取完異戰的教訓之後 包仔人都說 你幾百年來不斷打 大家都累了 收手了好嗎 不斷地說收一收 當初就不會打了 於是大家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把大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 增加反抬的成本 令打仗這回事沒有肉吃 這樣就可以了 And we started the United N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其中最值得說就是歐盟 只要你是歐盟會員 人和貨都可以自由出入 不用show passport 你來我買東西 一律都免關稅 And to have the free movement of goods, capital, services, and human beings 經濟互動多了 希望大家就不要在自己國家的民族主義優越感身上 改為Embrace歐洲人這個身份 這個架構就不是要你們攬頭攬頸 他們是找不到藉口打架 英國人一開始都hesitate 他們一方面就看到歐洲開始整合了 經濟發展不錯 打Kernel 為什麼不預扮我 英國又想分分 即是俗稱的FOMO 最後都選擇了上次 A beginning of another st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and greater United Europe 人的意志是從來都不可靠 唯一信得過的只有利益 只有認知這一點 然後大家將利益對齊 世仇都可以合作 這個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魔力 不過有些東西始終都不會變 英國人骨子女都是英國人 他又擔心歐洲大陸太團結 可以將它邊緣化 甚至是構成威脅 所以你們整個歐元區嗎 我們就繼續用英國 你們想Embrace歐洲人這個身份嗎 不行 我是英國人 英國和歐洲的關係 就是這麼若即若利 這段關係 英國是一直沒有想著交個心出來的 歐盟的存在 其實理論上是建基於兩種理念 維持和平和賺錢 不過當英國國內的人覺得 其中有一點 它是受不了的 利益不對齊 或者是 自然就會質疑這個會籍 還有沒有價值 再加上正下推一推 大家認為 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都會發生 第一次 第一次有一個國家 都會選擇 去離開 英國 英國 沒有任何分析 是 是 大英帝國 最初是靠著隔岸觀火 平安 歐洲 去清霸世界 但兩個強勁的後浪彈起了 打破了這個平衡 一個就想吞著英國 另一個就肯幫拖 但要來虛席 和變相移交霸權 英國很無來就選了後者 然後為求生存 還做了美國的下把位 守住歐洲 試圖加入歐盟 但是不肯交我心出來 到16年跟歐盟分手 就是這樣 彈出彈入 多轉轉了幾十年 今天的英國又變回一個 定位不明的自由身 又一次要回到這個問題 做大哥又沒有我份 配角又未至於 那我是什麼 大家想繼續支持這個不正常人類系列的話 記得放下一個like 留言 和按旁邊的鈴鈴 就保證你不會忘了我任何一集 英倫三部曲都做完了 下一集大家想我去哪裡呢 我已經在Facebook和Instagram出了個post 收集意見 歡迎大家可以給我一點靈感 然後我會在Story跟大家投票決定 另外推介幾本唱小作給大家 這一本 Power of Geography 除了cover近年英國的角色定位之外 還有其他國家 而這一本 地理的復仇 雖然是舊少少 不過地理就是這樣 不會變的 很多遊戲規則和理論 都依然apply到 有興趣看時事 投資的東西 都可以上個拍檔的平台 很多值得參考的角度 最後 如果激進是新常態 客觀反而是異端的話 我們不妨激進地客觀 在這裏之間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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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